一量正在浩鼎這一家公司在這邊來回激盪 其中我認為最嚴重的就是大家現在說的 到底包括中投包括全球投資 他們在浩鼎公司因為有大量的一個借券的一個狀況 那這樣借券的一個狀況 造成說是不是還有其他人 甚至說浩鼎公司的董事長張念慈 他們持有這個浩鼎的這一個股票 那在這個股票到底有沒有涉嫌到了說 在解盲前第一是內線交易 第二就是說所謂這個突嬰的這個狀況 所以在檢察官在辦案 尤其我們看到說這個辦案的過程 它充滿著政治性 那在院長你這樣會擔心說 檢察官如果帶著新證去辦案的話 那這樣的話接下來你得面對檢察官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 所以院長剛剛你說 你接下來還是得面對這個司法的一個狀況 那你說你也不知道說你主動去讓他們詢問 是否可以 那當然說主動詢問的話 如果事檢有這個誠意的話 他是要 他是可以同意讓你主動去做一個說明的 但是院長 如果事檢他們對你限制出境 那影響到了接下來你在六個月 甚至說你下個月就必須要出國 去做這樣一個報告 那你認為這樣對於我們台灣還是說 我們生技產業的損失在哪裡 我還是相信我們的司法 那假如確定是我有問題的話 我當然不要出國 所以法律還是重要的 對 我相信說 我相信說院長會尊重台灣的法律 但是說 我想要院長要是不是也要稍微說明一下說 到底我們六個月院長要去做的這一份 去美國的做這個報告 他對未來可以產生怎樣的一個影響 那個 就是在癌症這個領域 開創了一個新的方向 那機會是非常的多 而且是台灣主導產生的 所以那個全世界會矚目 我們邀請的很多是諾貝爾獎得主 以及癌症方面的研究 那一些非常傑出的研究學者 大家在一起說 這個新的領域我們往後要怎麼樣發展 所以那個是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在科學上是一個很大的榮耀 那對全世界來講等於在宣示 台灣有這個能力走在最前端 這個所謂生技產業大家都在找方向 但是我們找到了一個是 可能是根治癌症的這個方向 所以就 他的影響是蠻大的 所以就院長上所陳述的就是認為說 就院長個人還是說 台灣未來就有癌症的一個治療 在6月份的這一次的你的出席 你的邀請了所有的學者 是可以產生相當的影響 但是我請院長一定要注意 台灣的整體的氛圍 並不是這麼的單純 所以我這一點我要去注意 那第二點我就是 還是要跟著剛剛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中原院到底這個科技的一個技術移轉 那他目前的規定是說 當事人是指研發成果的 創作人 承辦人以及覺醒的 覺醒移轉的人員 那在最後第八條的規定是說 承辦人及覺醒的 覺醒移想的當事人以及關西人 於科技移轉訂定後兩年內 不得投資該科技移轉之業者 那是不是請 那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到底翁院長 翁院長他在第八條 他在第八條說他屬於哪一類人 蔡委員 跟蔡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這個利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就有規範三種人 就是創作人 然後還有 有一點像是你買房子的時候 有仲介的那個仲介的人員 跟這個仲介公司的經理 那就是我 我就是覺醒人 所以第八條是在規範我們 幫我們的研發人做計轉的時候 我們這些行政人員 也就是這個 經手的人跟我們這個 所以翁院長是屬於創作人 所以在第八條這個地方 是沒有規範到這一塊 那因為我們覺醒的 就我們經手的這些仲介的人 我們很容易從兩方 因為資訊不對稱的關係 然後得到利益 刻意的將創作人 排除在這個利益衝突 迴避的一個原則 這個當時候是怎樣的一個立法精神 是認為說 因為創作它本身帶有公益的一個性質 公益的性質也可以 沒有沒有沒有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說 讓創作人可以保留 他自己去投資他的產業 是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絕對沒有說把我們的創作人 排除在外 我剛剛也提到 我們一共會規範三種人 只不過呢 我們一共九條規範裡面 前面六條都很清楚的去規範 所有這三種人 那對於因為我們這個仲介的這一塊 那我們會影響到 因為比較容易得到雙方的資訊 那我們可能會有買賣股票 等等這些問題 那對這個計轉的廠商比較了解 因為我看前六條 前六條他去講的這個利益衝突要迴避 但是在第八條 他很明顯是一個規定的變更嚴格 就是說你在兩年內 你不能投資這個相關的一個產業 所以第八條的規定明顯是 比前六條的一個利益迴避 應該是第五條跟第六條利益迴避的情況還要重 所以在第八條在當時候設計的時候 是刻意迴避掉這一個創作人嘛 跟委員報告一下絕對不是這樣子 這裡面他的基本的精神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這個法規呢 大部分是從公務人員 公職人員的利益迴避法 那個地方援引過來的 所以我們不管規範什麼 大概還有這個關係人 都跟那個很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創作人本身 基於公務人員利益迴避法 本身就不得 兩年內就不得投資了 不是那個意思 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創作人發明出來的東西 都是屬於中央研究院的 那這個計轉的過程 都是由我們的這些計轉單位 好像中央研究院就是由我制裁計轉處 來做這個計轉的工作 所以照說 照說因為我們的計轉人員 不會沒有必要去直接接觸到 我們的計轉廠商 所以事實上 照說是不應該去規範我們的創作人的 照說是不應該 環島是我們的這些業務承辦人員 那因為我們直接會接觸到 這個雙方的這些資訊 那我們有更多的機會 來獲取相關的利益 那也因為這樣子 那符合了這個利益衝突的這個精神 那我是不是呼籲一下 因為就我這樣讀這個第八條 第五條第六條的一個利益迴避 跟第八條的一個禁止買賣 很明顯第八條是重於五六條 那當時候這樣一個立法的一個設計上 就是會讓人家對創作人 到底他的權利義務關係在哪裡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希望中原會應該就這部分 再趕快把這個利益 這個計轉的這個利益迴避 把它定義清楚 不要造成這樣 大家都誤會的一個情況好不好 是我想非常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達到社會的期待 那是我們這個業務行政單位 沒有把這個事情做到非常好 那我們一定會盡量努力 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 好 接下來請鄭運鵬委員 鄭運鵬委員 鄭運鵬委員 鄭運鵬委員不在 請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不在 請徐國勇委員 小昭順委員 請尾委員 財運鵬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們請汪委員長 好 請汪委員長 許委員 好 汪委員長 這個看起來耗頂所有的爭議 現在就在法律跟道德兩個層次 我看你在道德的層次 就是剛剛鄭麗君委員問你啦 你也都道歉了好幾個道歉 大概道德的層次在這一方面可能會做一個了解 但是法律問題似乎還沒有了解 所以我要請教你 你一開始在做報告的時候有提到一句話說 好像有人叫你不要回來 這個是變成我想了解的法律跟道德以外的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是到底誰叫你不要回來啊 能不能講啊 其實我接到很多很多email或者簡訊 那有的時候回來有的時候不回來 但是這一些我都只是聽聽 你只是聽聽 所以沒有影響你 沒有 沒有好 你如果這樣講我就不追問了 不然我本來想追問到底是藍的叫你不要回來 是綠的